好,同学,这个是证明 注意啊,证明 证明什么 向心加速度等于V平方吹R 那你在考试的时候 直接可以用,不用再推导 注意一下老师讲的东西 然后,只要formular 你直接可以用 这个是向心加速度 它也等于R 乘上Omega平方 Omega的话 就是我们的角数力 好,你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是我用画的 当然可以画得很好 假设我从A点跑到B点 这个是B点 B点的速度就是VB 好,那么你可以看到 我画的话呢 这个就是向量来的 我们的速度A 速度A 这速度B 我故意写这里 我让你知道向量 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个的时候 我们考虑是等速力圆周运动 我们叫做Uniform Circular Motion OK,昨天我讲过了这里 那么等速力研究运动是什么呢 Speed是一样 Velocity是不一样 那昨天我讲的这个 这个的速度假设是20m per second 这个也是20m per second 但是这个速度跟这个速度不一样 速力一样 Speed equal Velocity not equal 因为Vector A 跟Vector V 是不同的direction 好,那昨天我讲到的 为什么VA跟VB 只要讲是θ呢 好,你就看这个 那这个的形状的话 这个是切线 这个是切线 圆的切线 我们说 我们的物体做曲线的运动 就是曲线的运动 它的运动方向一定是 你的曲线的切线方向 所以既然是切线 所以这里是90度 这里90度 那么这整个形状 是360度 剩下的话180度 所以180度是这个角度 加这个角度 所以这里是θ 当然这里是180-θ 那么这个是一条直线 轻色的角度是180-θ 所以这条直线是180度 既然这个是180-θ 所以这个是θ 你们就可以知道 A跟B的角度是θ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 你说我去看 我们的这个速度的变化 看,这个是变化 速度哦,我讲的 这个的话是Vector Equation 那么我的这个变化的话 Chain Chain in Velocity Final Velocity-Initial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 就叫这个Chain Delta的意思是变化 后来减原来的 你从A点跑到B点 当然B点是后来的速度 所以呢,这个是向量的 Equation B-A 那B-A的话呢 可以把它写成是 向量的加法 就是高1有上过的 我大概也是有上过一点点 所以同学会看到 那向量的加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画三角形向量 这个是Triangle Vector 注意哦,你看 V-A的direction 跟V-B的direction 是固定的 我不能换 A这个方向 B这个方向 OK 我要找B-A 所以我先这个B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呢 就是刚才我画的这个方向 我画的这个方向 那么正V-A是这个方向 -V-A当然是反方向 按照我们的Vector 所以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个跟这个 你看 这个向量 加这个向量 等你这个向量 所以这个向量 就是这两个向量的合成 就是我们在上Vector 我们教 你们注意那个箭头 这个向量 加这个向量 注意那个箭头 和的时候 是我们会面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这两个向量 的和 就是Data V 这是用向量的方法来处理 那么这个线段的长短 跟这个线段长短 一样吗 一样 为什么呢 我们讨论是等数力 圆周运动 这是Magnitude Magnitude is constant 一样是V 那么这个角度画是Data呢 刚才已经讨论到了 你可以看到我在重画 这是VB这个方向 你看有没有变哦 VB这个方向 那正VA是这个方向 因为VA是水平的嘛 就是水平 你可以看到 这个你画过来 这个你画过去 就是他刚才讲的 这个角度是Data Data 然后这个跟这个是对顶角 所以你就知道了 这个角度是Data 好 过后的话就讲什么 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 是相似的三角形 这里是R 这里是R 这个是圆的半径 这里是圆心 所以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弧长 弧长 那这个的话呢 是他的 之间的一个位移 就是短短的 这个位移来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叫做V 那这个的话呢 也叫做V 所以的话呢 如果是我们这样看的话呢 根据我们的formular 我去找这个的manitube 这是manitube 我们没有放向量了 manitube 等于是V乘上Data 而我们的这里的话呢 如果我们看弧长 我们的弧长的公式是 S等于是R乘上Data 这是我们的公式 所以物理化很多东西 你们要懂的话呢 一定要懂它的原理 要不然你不会解 无常等于是S 那个S等于是R乘上Data Data的角度是Radiant 所以的话呢 如果是你要找DeltaS的话呢 就是小小的一个变化 它是R乘上Data来的 跟着我们的formular这个 OK 那Data点什么呢 DeltaS除R 那我们这个话也像 DeltaV点什么呢 V乘上Data Data是Radiant的角度 那么我要去找Data Data怎么呢 DeltaV除V 所以我去找我的Data的话呢 DeltaV除V咯 所以呢 第一次跟第二次相等 OK 我们就这样写 写到这里以后 那你让这个方程是 左边右边 各除以DeltaT DeltaT的意思是时间 好同学 为什么我们 数学上 或者是我们的物理上 为什么会用这个东西呢 Delta Delta的意思是微小 微小的变化量 那么DeltaT什么呢 微小的时间 很短的时间里面 它变化的 所以DeltaV除V 这里 就是我们的这里 DeltaS除R 那么你把左边右边 都除以D 我没有跳 因为那个课本里面的话 中文的它有点跳 所以我没有跳 我按照 我只是重新再排列不了 这个除以DeltaT 这个除以DeltaT 你看这个保持 这个保持 那么DeltaV除T呢 保持在左边 DeltaV这里呢 把它带到右边 这里是除带过去 变成是乘 这里 那么DeltaS除以T 就是它等于是位移 除以时间 就是你的速度或数力 OK 这里是E除R 然后这里V 所以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了 V平方除以R 那DeltaV除以T是什么呢 当然是速度变化 除以时间 速度变化 除以时间是什么 加速度来的 就是这样推倒出来 所以的话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直接可以用这个公式 背起来 这个它用一个小R 代表什么 Radial acceleration 我们会叫做 向心加速度 我们也会这样做 会说明的话 这个是属于Radial RADI OK RADIAL 就是向着圆的中心点 那边 我们也可以叫做 Radial acceleration 就是我们的向心加速度意思了 那么我们的V呢 又等于是R乘上Omega 所以把这个R乘上Omega 带到这里来 那么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R可以变掉 最后这个 所以的话呢 是向心加速度的话呢 可以用两个公式来表示 一个是这个 一个这个 这个呢 是牵涉到Omega 这个是牵涉到V 就这样子罢了 所以的话 你们要记起来 这个跟这个 记起来 这个怎么来的 刚刚我讲的 把V等于R Omega 带到这个公式里面 那V等于R Omega 又是什么公式呢 这里是讨论到 线性数率 跟转动势力的关系 这个是昨天您讲过了 所以的话 你们要把它记起来的 就是我讲的是 这些公式的话 是你们要记起来 因为会用到 所以我的这里V 如果是Speed 那么这里的话呢 是Angular Speed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的Angular Speed的一个情形 然后如果这里是Velocity 这是Angular Velocity 所以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这个部分 我已经证明完了 OK 好 我们再切换中文的 好同学看到吗 这个中文的 Hello回答 看到吗 同学 看到吗 好 那么呢 这个公式 比如说这个 向心加速度 我用这个公式 然后这个 这个是平常 我比较习惯这样背 你们喜欢背这个 随便你 但是我习惯背这个 R Omega平方 因为会背比较顺 Omega平方成的R 我不顺 所以我都是背这个 OK 这个是向心加速度 好 这一段话 它是讲得很好 金速力圆轴运动 英文叫做Uniform Circular Motion 所谓Uniform Circular Motion OK 在不同的位置 注意 它的Speed 保持不变 你看 Omega 保持不变 R 保持不变 那这个的话 叫做我们的 Uniform Circular Motion 云速力研究运动 所以在做元素 我们的均速力研究运动的时候 它就告诉你 向心加速度的大小 也是不变的 但是 向心加速度方向 一直在改变 所以的话呢 是我们可以说明 云速研究运动 是一种 变加速力的一个运动 为什么 这个方向 是改变 你去看 我画这里 不是很好的一个圆 我在这里 我向心加速度这里 我跑到这里 我向心加速度这里 那我跑到这里 我向心加速度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加速度方向 一直在改变的 它的方向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一直在改变的 因为你看你的物体 跑到哪里 那么你就会可以看到了 好 那么 这个的话 它是给你公司 它说这里的话 是属于云速的 云速的圆周运动 它说 这个 也是一样成立于 变速圆周运动 你知道什么叫 变速圆周运动 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玩过 Rollercoaster 营销飞车 OK 那么 那个营销飞车的话呢 你们可以去看 YouTube里面 或者是可以感受 那 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我们做 营销飞车 我们的轨道是这样子的 转啊转啊转 转转 什么都有 OK 同学 你去看 我在这里 我的圆是这里 我在这里 我的圆是这里 所以 我们在做 Rollercoaster的时候 营销飞车 其实 它在每一个地方 我们的车在这里 每一个地方 它的速度不一样 第一个 速力也不一样 所以 你觉得它的加速一样吗 不一样 这个就是它讲的 变速研究运动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做Rollercoaster 你不可能速度一样 速度一样就不好玩了 速度一定肯定不一样 在这里 跑到这里 然后再跌在这里 每个地方速度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 加速度不一样 这个就是他讲的 他这里讨论到什么 仍然我的公司 还是成立的 那在每一处的话 你算到的是什么呢 你算到的话 变成是 那一瞬间 Incentaneous 切线的速力 那一瞬间的 角速力 然后那一瞬间的 加速度 所以这个的加速度 就特别了 因为这个的加速度 再也不是定值 所以我要你们知道 OK 所以换的是 如果你做的是 Ferrisville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的英文那边的话 我放很多不同的 我就是要让你感受 怎么样叫做 均速 或者是 匀速力研究运动 什么叫做 变速 研究运动 如果是今天 你做Ferrisville Ferrisville的话 你会发现的话 80岁的阿公 都可以做 这个营销飞车 你给80岁的人 坐上去 心脏会爆发 会死掉 你懂吗 你懂吗 因为什么速度不一样 老人家不能做的 这种很刺激的 我们年轻人可以做 但是老人人不能做的 像这种营销飞车 同学的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 我们的话 我年轻时候都有玩 为什么呢 这个营销飞车很好玩 我都会坐前面的 会坐中间的 会坐后面的 营销飞车 不是有很多个小车者吗 你坐不同的位置 全部感受是不一样 这个只是你们年轻人可以玩 到了年纪大就不能了 所以要趁着年轻的时候 你的胆子够大 才可以玩 为什么呢 因为等着你跑到这里的时候 你的头是在下面的 所以话呢 是你可以看到 整个轨道是不一样的话 运动是不一样 所以话呢 刺激的 注意哦 刺激的 全部刺激的 够刺激的 全部是变速研究运动 你这样读化力学 你就会觉得很好玩了 因为你会感受到 没有玩过同学 当然没有感受到 如果今天你做的是木马的 圆周运动 那个的话呢 阿公八十岁都可以做 你懂吗 所以话呢 如果你做这种 Rotter Coaster的话 只有年轻人可以做的 所以让你们去了解 这个 好 我们的向心力 跟方向 向心力都讲了 向心力 所以同学 记得 一定是指向圆心 OK Direction of the central Pentor Force Towards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一定是向着圆心 那么呢 我们呢 这里公式的 就是刚才我讲的 我是MV平方推R 这里C 叫做Central 因为它为了 让你区分 让你去了解到 OK 我们从F等于M A你的A的话呢 是V平方推R 你就得到了 所以你看它说的 向心加速度方向 是指向圆心 而加速度方向 总是跟外力的方向 是一致的 所以的话呢 注意听我讲的这个 我将highlight的 都有意思的 因为后面那边 你就会解了 向心加速度方向 一定是指向圆心 注意哦 向心力嘛 向心圆周运动嘛 当然你的这个呢 一定是指向圆心 而加速度方向呢 总是跟外力的方向 是一致的 OK 因为如果是你看 Newton调定力 你看 F等于M A M没有direction的嘛 M没有direction 对不对 它是Scalar 那你的F的话呢 是什么方向 当然是Depends on A 所以你的A指向圆心 当然你的力 是指向圆心 OK 指向圆心 所以它就这里告诉你了 所以呢 你的物体产生 向心加速方向 也是一定指向圆心 所以我们习惯上 讲的是向心力 OK 好 这个呢 你们可以做做看 反正容易的 拿你的笔 原子笔的 如果是你的 那个墨字已经完了 把它抽出来 上面下面把它打开 好 同学你们自己做 用绳子 绑着两个物体 然后手甩 同学 这个 你做的是 水平 圆周 运动 你的运动 有很多 所以话你可以看到 这个的长度 所以话你可以看到 你要耍 有条件的 绳子 必须要拉紧 才有 绳子没有拉紧 没有 所以你甩的时候 它就告诉你了 你看你去了解 向心加速度的情况 它的大小 跟什么有关系 你们可以用 比较长一点的绳子 比较短的 这个跟这个 你可以看到 这个它故意是要给它拉的 所以这里放一个重的东西 你不一定要放这个螺子帽 你没有换 可以放其他东西 这个也是一样 你放一个东西 然后你在用这个的时候 最好你的这个绳子 不要伸长的 你不要去拿 rubber band 你 rubber band的话 你的 rubber band 是一个 elastic的情况 不太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直拉 一下子长 一下子短 你的 tension 没有固定 所以你这个 没有办法 做一个固定的 所以你们拿线 可以 其他的线 只要不会伸长 就可以了 你们自己可以去弄 自己去弄 好 这里 我这里画起来 这里呢 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部分 你看 向心力不是一种 特殊的力 它可能是一个力 或某一个力的分力 组合而成的 这句话很重要 很多同学的考试 写不出来那个公司 他说那个力 从哪里来的 老师 我说你要去了解物体 所以这句话 就是告诉你了 对哦 向心力不是一个特殊的力 它是由某一个力 或某一个力的分力 组合而成的 你看这里 月球绕地球运动 向心力呢 就是地球跟月球的引力 哇 那你可以看到了 你就会明白了 我们的月球 地球跟地球呢 一个自转 一个公转的一个情况下 OK 假设我的月球 绕着地球转的话 同学 那为什么它会转呢 那是因为 月球跟地球 有一个引力 引力 provide centripetal force this one OK 那么呢 如果是它这边 它给你 椭圆形的盘在转动的时候 它的向心力 是谁给的呢 你看 摩擦力 这个是 friction force provide centripetal force OK 所以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多 比如说 你可以看到这边 它有讨论到很多的一个情况 我们的那个脚大车也好 或者是有转动东西也好 一定有人provide 所以这里它就告诉你的第二句话 分析 匀速圆周运动物体受力的情况 首先要弄清楚 这个物体受到哪些力的作用 你才可以写出来 如果你写不出来 那你当然是不能判断了 那这个就是我讲的 物体在做圆周运动 注意哦 物体在做圆周运动 不管是变速圆周运动 或者是匀速圆周运动 它必须要受到力的作用 有一个力供应给它 它才可能有向心力 如果没有这个力的作用 不可能有圆周运动 OK 好 下面呢 就讨论了这个的一个情况 来讲的这个引力 OK 我们先讲原理 你可以看到 这个话是一个圆周运动 等等的一个情形 因为这个是题目 我要嫌弃的话呢 是种类 你看同学 那这个是圆周运动 这个是圆周运动 好同学 如果今天你们的餐桌 吃饭的桌子 有一个圆盘 然后呢 你菜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你可以转 对吗 餐厅也是有 有的人的家里的话呢 餐桌的话呢 是上面这个放菜的地方 可以转 同学 它做的是一个圆周运动 而且是匀速的圆周运动 那它会转 是因为什么 你转它 你没有转它 就不能了 那你转它的时候 你可以看东西可以转动了 那谁来provide 它central mental force 上这个物体 转的时候 你让它产生 那问题是 我要讨论这个物体 那这个物体呢 为什么它可以保持在这里 为什么你一转以后 你的菜没有飞出去 你的菜盘没有飞出去 同学 是摩擦力 provide它 central mental force 所以话呢 这里它就给你了 很多的试纸 OK 我们先进入 我们的内容 好 这里你可以看到 绳子甩 你看 甩的一个情况 我先让你知道这个 OK 绳子甩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 我不知道是 你有没有做 这个运动了 那这个话 是这样大大个的 我们做的话是小小个 我做的话是小小个的 OK 转水平 那么有三个位置 同学你要做哪里 一二三 这里是圆形 你感受啊 一二三 你继续玩 那你会感受到 到底你应该坐在哪里会比较好 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 再坐在这里 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好 圆形是在这里 这里上画一个很大圆 我做的话呢 是每一个 就是一个圆 这样 OK 我们的位置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去玩都是这样子的 OK 那如果可以坐三个人 你要坐哪里 这个是圆形 你要坐一号二号三号 你要坐哪里 你继续想 要怎么坐 OK 因为有的人话 他坐还没有知道 等他一坐以后 这个东西开始飞的时候 他才知道 他到底是飞出去了 还是飞进去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的一个 那个运动的情况 你看车子 哦 是圆 你驾车 说你可以感受到 我不知道你驾车 是你会不会感受到 一个话呢 圆形是在这里 一个话是圆形在这里 那你driver的地方 driver的地方是固定的 那靠近圆形呢 远离圆形 到底是怎么样 你感受到 是不一样的 同学 你感受到 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OK 好 我们先去 它的种类 我让你知道它的种类 那 你看 我们的研究运动呢 可以数值方向 那这个是数值方向 Vertically 这是Vertical Secular Motion 你看 Vertical Secular Motion 那这个话呢 是刚才我们讲的 你看 像营销杯车这样 OK 好 这个从这本高的 这里的话 是这里的圆子在这里 这个的圆子在这里 OK 那营销杯车的话 你看不同的圆 不同的半径 OK 好 那么接下去 你看 哇 你这样子的话呢 经过这样子的一个 突起来的一个情况 拱形的一个角 你可以看到 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里 OK 好 这里是我全部 是让你们知道 我们的圆周运动的话呢 可以分成两种 哪两种呢 一个数值平面的圆周运动 一个的话呢 是水平面的圆周运动 好 同学 因为你说这个 我没有办法做给你们看 你们看这个图啦 好 现在的话呢 是我们来看 数值研究运动 跟水平研究运动 请问 你家里的 洗衣机 它会转动 对不对 它是数值 还是水平 来 谁可以回答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 都有 很好 都有 同学 我就让你知道了 我们在读 圆周运动 圆周运动 有两种 同学 两种的 真的是两种 刚才我讲的话呢 是我们的洗衣机的桶 是这样 如果我们的桶 是这样的 同学 那你看 它的转轴 是在这里 你把衣服发 这里洗的时候 它是这样做的 它是水平的 圆周运动 那另外一种 是这样子的 你看 不一样的 那你说老师 你画是一样 当然不一样 你记想看 你的转动的轴 是在这里 OK 你看它 洗衣机 因为你家里有洗衣机 我这样讲的 你就懂了 好同学 这种的洗衣机 请问 它的门在哪里 回答 这个 门在哪里 对了 它的门在上面的 你打开这里 这种的洗衣机在哪里 它的门 在哪里 是数字方向 旁边 对不对 这个的门呢 的情况 跟这个门是不一样 这个的门呢 你在用洗衣机的时候 比如说 这个是你的洗衣机 它真的是这样子的 你的门是在这里 你打开 所以同学 这个的洗衣机 做的是 Vertical Circular Motion 这个的洗衣机 做的是 Horizontal Circular Motion 听懂吗 所以你的研究运动 有两种 这个就是我讲的 为什么我必须要讲这个呢 因为同学 你们没有想象力的话 你在解题目 你要写公司 要写力 你都不会写 你写不出来 OK 这个都换的是英文 切换 看到了这个画面 同学 看到吗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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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看到吗 看到吗 同学画面 我换了 OK 这个就是 Circular Motion 我们讲的是 圆周运动 这个是笔记我写的 你的angular velocity 可以是 D打除D D就是D D就是Differential 变速来的 D打除D的一个微分 就是angular velocity 也可以叫做angular speed 也可以叫angular frequency 全部都有了 注意想像我讲的 因为它会用不同的 名词 angular velocity 或angular speed 或者angular frequency 所以我要你们 download下来 就是这样 因为我讲话 你们就可以写 要不然我写到 这边一大堆 OK 那么它的单位 你看 这个是D打 这个是D 这里是Radian 这里是second law OK The unit of这个 Radian per second OK 那么呢 我们的这个 angular velocity 我可以用不同的 东西来代表 所以这里 你可以看到 One revolution per second 它变成是 2π radian per second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它今天 转是一圈 一秒转一圈 那一圈有多少角度 两个π吗 你带到这里 两个π 这里是1 那你的Omega 不是刚好是 2π radian per second吗 如果是你转一圈 你用的是一分钟 那意思是说呢 是1 revolution per minute 所以的话呢 你要把怎么样 换成 radian 所以2π除以60 因为1 revolution 转一圈 你的角度是2π 1 minute 有60秒 所以你就可以 换成佛际单位 这是我故意写这里 给你们看 就是国际单位的 好 这边就给你们看了 我们这个只是 一位罢了 OK 这个我讲过了 我带过去 这个是我们的周期 地点2π2 Omega 讲过了 这里怎么样来的 你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里 这个从这里来的 很多东西 有时候不明白 是从基本那边 你就会了 同学你看这里 我要周期 周期什么意思 转一圈 这个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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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D的话呢 是大D 但我这个是大D 我的角度是2π 对吗 所以的话呢 dita 除大D 对呀 我的D打是2π吗 所以这个2π 除以D 等于Omega 那么D不是等于2π 除Omega 就来了 那D等于是2π R除以V 这些公式 我画给你们 这个的话 是考试 是你直接用的 那么这个的话 刚才我讲的话呢 这里 讲解释 因为我让你明白 因为说 老师怎么来的 我就告诉你啊 这里 然后我讲的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因为你要一圈 你要一圈吗 一圈就是两个π 这里 两个π 除以D 它就是Omega 它就倒过来 不就拿到D 2π 是Omega 这个公司 跟这个公司 我们常用 所以你们考试 是直接背起来 一定要熟悉 不要说 老师 这个是不是Tension 不是啦 这里就是我 这边写了Budet 所以同学 你们注意看一下 物理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的这个符号 用很多 所以话 你要明白 你用在哪里 用在这里 你看2π 是Omega 我看到这里 这个代表 周期 什么叫周期 Time taken for the particle to complete a circle 完整振动 所需要的时间 就是周期 我也可以用 这个公司代表 也可以用 这个公司代表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OK 那如果我们从这里 V 等于是HVD 我通常都是会 从基本公司那边 你们就会背起来了 OK 那如果今天我绕一圈 我的胡长是多少 2πR吗 对不对 2πR 我绕一圈 的时间叫什么 大D吗 对不对 大D 这里是V 我推倒过来 不就得到这个吗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被 D02πOmega 或者D02πR 除以V 是一样的 OK吗 一样的 OK 那么frequency 周期导数 这个你们要懂 那这个是Atlant 刚才我讲的 圆的一个部分 你的胡长 R乘上Δ Δ是 Radian的单位 这个换算 这边 昨天我讲到 中文版那边 RPM 什么意思 Levelation PerMinute 所以如果 Omega 等于38 Levelation PerMinute 代表是 38 Levelation 除以 1分钟 那么 绕一圈 多少角度 两个π 这个你们要懂吗 那么 这个是1分钟 等于60秒 OK 你这样 38乘2π 除以60 就拿到Radian Per Second 因为你在换算的时候 你不能拿这个 这个不是国际单位 OK 好同学 如果你看到 Omega 的职业大 代表什么意思 谁可以回答 Omega 的职业大 这里是38 有一个是100 什么意思 快点 转得很快 对了 转得很快 为什么会这样问呢 同学 因为我们都在用 你每天都在用风扇 风扇有没有转速 我讲的吗 OK 那风扇的话 是我的table fan 是1 2 3 但或是我的sealing fan 是有最小到最大 有到9号 这auto的 可以调的 对不对 所以同学 你们把你的风扇 转1号 2号 3号 你在改变什么 就是改变它的转速 转速夜快 代表是每秒内 转动的次数 很多 你就会明白 你这样读物理的话 你就会明白了 很多东西 不是说实际前 你是什么来的 都不懂 这个你就会懂了 同学 你注意 我讲的这个转速 转速的一个情况 那么你看 我的这个 Omega 给你 如果是12个 Levolution per second 是什么意思呢 一秒内 转12圈 你要看它的意思吗 这个Levolution 是圈数 那你怎么换成 Radian per second 12乘上两个π 为什么乘上两个π 因为一圈 角度是两个π 除以时间 你就拿到了 这些全部单位换算 我希望你会 要不然的话 在考试的时候 你在那边摸索了 同学老师 放这边基本的东西 就是让你们去了解 怎么样去换算单位 是基本的 OK 好 那这个呢 是研究运动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这里 S3D的微分 为什么会等于V 等于是V 等于是R Omega 我这边已经写给你了 OK S等于是R Theta 所以如果你用微分 左边微分 右边微分 就是这样 你在做圆周运动的时候 R是固定的话 那R是一个定值 所以S3D的微分 就是我们的数例 那Theta3D微分 就是Omega 就这样来了 所以你考试 直接用 明白了吗 直接用啊 这样一个情况下 所以让你们去了解到 我们的这个变化 OK 这个就是讲了 那我们的物体 做圆周运动的时候 注意 它都是Tangent to the Circular Park 它的direction 我已经画给你 画到清清楚楚了 这里Tangent 所以话是切线圆的 切线方向 好 同学注意看一下 我们昨天的话 是主论大概有开会了 同学应该是确定了 我们一个班会分成 每一个班 分成两个班 所以话 我变成是有四个班 哇 真的是很累 好 同学 注意一下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要告诉你 的话是这里 我们的教室里面 有风扇 OK 有风扇 我们风扇的叶片是三个 OK 今天这个是第一个话位置 这个是第二个位置 这是第三个位置 OK 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等等 这里是四 OK 这里是五 我要讲是物理的概念 OK 同学 你觉得坐在哪里是最安全的 同学 坐在哪里最安全的 有没有同学可以回答 刚才就好像是 就好像是刚才我讲的 这个 这样子 刚才我讲的 我上次去哪里玩 我忘记了 很多年了 去玩了 OK 现在设计化 如果是群里的话 它只有两个位置 这样子 它原型在这里 你知道我在讲吗 现在我讨论是水平 你喜欢坐在哪里 这个的话 风扇在这里 你喜欢在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哪一个位置 最安全 三号 三号 其他同学呢 一号 五号 三号 一号 一号的解释 三号的解释 五号解释 来 选择一号 为什么你选择一号 讲快点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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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同学想到 OK啊 因为 想看 来讲快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个风扇在转的时候 它有速度 这样子如果它断掉 那个风扇会飞出去 飞出去 下哪里飞 不一定 我不知道 哇哟 这边 我的这边 还赖起来了 圆的什么 切线 对了 圆的切线 所以 这个五号 更危险 同学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同学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这风扇转啊 转啊 转啊 如果有什么 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觉得 最后的话 它断下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月片 向哪里走 圆的 切线 圆的切线方向 所以同学 这个一的位置 是最安全的 三跟五是不安全的 如果它飞得很远 你们懂吗 它飞得很远 以后切线方向 比如说是 我在这里的位置 刚好它断掉了 它上哪里飞 它不会到这里 它在这里 现在你明白了吗 OK 那么这里 去玩 一个男一个女 你觉得你要给你的 你朋友就在哪里 让他有安全感 你不要害他 他一定是觉得 你没有良心的 所以有时候 这些东西 你去玩的时候 你才可以感受到 要不然你都感受不到 你说老师都是一样 我说的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 我都玩很多东西 我很大胆地玩 现在你叫我 我不能玩了 你看云霄飞车 云霄飞车 这样子罢了 我可以排队三次 为什么 我坐最前面 最中间 跟最后面 因为你坐前面 是第一个车走的 你坐中间 前面还有很多辆车 你坐最后一个 你是最后一个走的 你自己想想看 你感受是不一样的 你这样一样的 你坐在这里 跟在这里 感受是不一样的 你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倒是觉得 真的是像你们年轻人 真的是要去游乐场 真的去玩 上次的话 我是去云顶玩 山维莱军玩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是哪里的 我忘记了 我在台湾 我玩了蛮很多次的 因为跟学生 阿代学生是初二的 初二学生不怕死的 玩到很疯狂的 你看这里 Flying Carpet 全部是研究运动 Flying Carpet Flying Carpet 有很多位置吗 这样子 这样子 OK 你们都有玩过 所以我倒是觉得 你们年轻可以感受一下 Flying Carpet 飞来飞去的 有位置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我去跟那个 出二的学生玩 他就跟我说 老师坐这里 坐这里 老师坐这里 坐这里 老师坐这里 玩